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孩子他对金钱的价值观 对他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富养女应该是说 从小就要培养这个女孩子优雅的气质 然后要有自信 那这两个题目 这两个组合都是属于富养儿的 都是富养孩子的 但是出发点不一样 结果就会不同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我们来看的是人格跟总格 那人格总格好 浩然的人格是19化 总格是31化 那这个刘锦庄 你的本名是刘锦庄 对我的本名 好 是27 看起来就是好大的一棟豪宅 庄的耶 OK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组合 他是教育室的富养 好 人格总格如果出现 是15 23 24 31 33 35跟48的人 浩然在这里吗 其实教育室的富养 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会富养孩子 但是他的富养是带有 很深刻的教育的意义 这个跟父母有没有钱是两回事 但是他们很舍得 在孩子身上面去投资去花钱 因为在他认为 投资小孩子的教育 就是最大最大的 一个重要的世界 这个跟那个攀比是没有关系的 就以读书来讲 他们很会帮小孩子 比如说在小孩子在读书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帮小孩子选学校 选老师 那选择老师之后呢 还会观察这个老师 平常在教育上面 对孩子有没有一些 不当的一些言行 甚至于会跟老师保持好一个互动关系 了解孩子的学习状态 另外一个呢 他们对孩子的才艺来讲也很重视 就好像说只要 跟开始他们会去培养孩子的兴趣 然后去观察他的兴趣 到底是在哪里 前期书画或是跳舞 然后呢 锁定之后呢 他们会投入钱进去 其实培养孩子的才艺 也是在培养他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气质 你从小被培养吗 另外一个 其实我刚刚说的 你的气质好 非常的好 真的很好 还有一种状况呢 就是增加视野 他们很舍得在孩子上面 花钱花在真的是旅游上面 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带孩子出去出国 那等孩子稍微能够松手的时候 他真的愿意花大笔的钱 让他去游学 在游学的同时 其实增广见闻 其实孩子也会增加他的人脉 他懂得跟别人如何相处 还有呢 因为常常出国 人的个性呢 就会变比较开朗 即便如此 其实在居住环境也是他们为了小孩子 虽然他们有孟母三千 但是他为了小孩子 他可以一班再班 一班再班 因为左连右舍的好坏 还有这里周遭地理环境的好坏 对于小孩子的这些个性来讲 也会有潜移默化的特质 可是他们富养归富养 该有的罚则 他一定不会松 该定的规矩 他们一定会定得很严 所以这个富养 其实他是属于比较正面的 我们来看呢 是属于溺爱式的富养 嗯 紧张地在这里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人格总共出现了 9 20 22 26 36 40 42跟49的人 你的 可是听你讲 你并不会溺爱 他一定说谎的啊 他一定会这样 上天说不好 你就讲他我有骂而已 有可能我说不定是 没有啦 可能男生女生不一样 这个组合的父母 你比较疼男生还是疼女生 当然是 疼儿子 不好说 周围的溺爱就是 什么都为孩子最好的 什么都帮孩子做得好好的 然后呢 反正要杀给杀 有很多父母亲 尤其是 20 22跟49 42的人 他们的这种溺爱 有一点跟别的父母 去较劲的味道 再比较的味道 他们有很多都是在面子 面子上面打转转 比如说选学校来讲 他们也会帮小孩子选名校 可是呢 这个孩子在这个名校里面 他不见得读得很好 但是他就是要把他放在名校 那他们也会常常带孩子出去 出国旅游 但是出国旅游呢 增广见闻的意义有 但是最大多数呢 都是去打卡 告诉他的租金好友 我今天又带着我的小孩子 到哪里哪里去玩了 那么学才艺呢 他们也很愿意在孩子上面 让他去学才艺 你喜欢钢琴 OK 钢琴 我就买个钢琴 你喜欢小提琴 喜欢场底 我都给你买回来 但是孩子是不是真的有兴趣 那再说 至少呢 他在亲朋好友上面 他可以跟他讲 我的小孩在学钢琴 他在拉小提琴 拉得还不错 但是这些组合的人 他们往往 因为是属于溺爱式的 往往会管不住孩子 有很多会管不住孩子 因为孩子要什么 他给什么 已经给惯了 所以反而他们会被孩子 控制着走 那还有些父母亲 是抱着一个补偿的心态 比如说他是单亲家庭 或是说他工作很忙 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所以呢 孩子今天要一个iPad 他给 要一个新的手机 他就给 无形当中呢 这样的一个富养 就把孩子给宠坏了 像有的父母亲 这种组合的 他的经济条件 并不是很好 他为了溺爱这个孩子 让他富养 他打工的钱 赚来的钱 去满足孩子的一个欲望 所以同样都是 富养 但是在态度上面不同 他出来的结果就会不同 这两个组合 就给大家做菜